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好这段时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就想讨论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人都讨论过思考过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周期性的重复的发生 就是我大赢之后我又大输 就是把你赢的赢利吐回去 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我想 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 因为这一个月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两次这种事情 一个人打确实是会发生这些问题 我们并不需要隐瞒 我们犯的错误 关键是我们犯的错误 我们要思考它形成的原因 背后究竟是什么 是它的决定性的因素关键的因素 然后我们怎么来去针对性的解决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讲一个好的策略加上你好的执行 它应该是什么呢 是在你亏损的时候呢 它是稳定的亏损 它不会出现大的亏损 在盈利这个方面呢 就两方面嘛 一块是这个亏损嘛 如果发生它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在盈利这一块呢 它是不稳定的 好策略和好执行 它是这样的 那可是呢 在我们一个人操盘的时候 我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打百家的朋友 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是大赢之后又发生大亏 巨亏 我们在学员群里面呢 讨论过 当时呢 也没有去追究它的一些根源 或者说是在一些浅层次上面 去找一些原因 那所以说呢 方案呢 就是应对的方案呢 也就变成是说 哎 那干脆以后又这样吧 简简单单的 大赢之后 我们也休息 就是我们以前讨论大叔之后怎么办 那大赢之后 那我们也休息几天 就当时我们 就是来分析的就是 大赢它也会造成 心理和情绪的 一个巨幅的波动 那么这些情绪 它也会影响到你后面的执行 那所以说呢 以前我们就很简单 就说 哎 是不是那就这样 包括我们有一个朋友 我不知道他要距离什么地方啊 他也是跑出来了 那天呢 他在群里面就发大红包 一个红包就发八百块 他就跟我们群里面说 他那一场赢了二十二万人民币 他说呢 以他的经验来讲的话呢 他要休息一个月 不是休息一天两天 他要休息一个月 我觉得他 首先啊 我觉得他这种做法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呢 我又觉得呢 他这种做法呢 好像又有点过了 有点过度了 我这段时间呢 对这个的思考呢 我现在呢 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首先啊 你看啊 我们平常 就知道我们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或者你去澳门去七天 我们就讲这七天 就是我们的平常的日子里面 你对赢的预期 我们讲好的策略 特别是我们的凯利策略 你盈利多少 你的预期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只有对我们的亏损 有一个预期 我们对盈利是没有预期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是有产面 风控指标 就是说你盈利了之后回撤 那么我们会有一个指标 你到了这个时候 即使在盈利了 你也不能打了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斗志了 就是说我不想冒风险了 我也不想按照策略去走了 我也认为我的盈利够了 我满足了 OK 你都可以停下来 那么呢 这种情况呢 我们讲的这种情况呢 它让我们的盈利 就不会是一个 我们讲平常的 一个正常的状况 就是它并不是给我们 带来一个巨幅的 在一定的幅度范围内的一个盈利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好策略的 一个正常的一个执行的 可是呢 有时候会发生黑天鹅事件 这个黑天鹅并不是说完全是坏事 黑天鹅对我们来讲 有时候是有利于我们的 比如说啊 我等一下发个图片 比如说 长长的单跳 长长的长龙 被你抓住了 并且你还一路加住 那么你一定是巨银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 你连种对子核 那么在新加坡这边 你种了五十倍的老虎 你甚至种了一百倍的对子 什么叫一百倍的对子呢 你压到对子上面 它四个出现的 四张牌 就对子嘛 四张牌出现的是一样的 倍率是一百倍 那这种情况 那你突然一下 你的盈利就超出你平常的 正常的那种状况 这个呢是我们要的 甚至是我们追求的 而且呢 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收益比 并且呢 这背后啊 背后啊 我今天就是要特别跟大家讲一个 叫干铃策略 就是举干铃 或者是雅铃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那么可能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会讲的会比较长一点 现在又下雨了 好吧 我回头再讲吧 我们讲到干铃策略呢 我相信啊 我们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呢 特别是做金融交易的朋友呢 一定是听说过的 那么在黑天鹅的这本书里面呢 也提及到 因为黑天鹅的一个作者呢 他本身就是做这个 金融交易的 他是有一个基金的 那么他就说 他一贯以来 他就是这么来操作的 我跟大家讲讲 大概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假设 他有 不是假设 就是他有一笔基金 那么这笔基金的 他的投资的分布 他是如何来规划的 他是把90% 甚至是95%的资金 是用于做稳定的收益 比如说债券 这之类的 大概一年 给他的利润 大概就是在3%到5之间 那么这部分是非常稳定的 他同时呢 就把他另外一部分 就是他95%投在债券 非常稳定的 那个收益上面 另外一部分 就是5%了 投在什么呢 极高风险的 就按他们的话说 就是去赌博的 就是去追求 黑天鹅事件的 当然这个黑天鹅事件 是对我有利的 他的收益 可能会带来 10倍 20倍 甚至100倍 他常年 他的基金 就是这么用作的 那么他为什么 要干零策略呢 大家想想 干零就是两头 中间是没什么的 中间就是一个横盖 也就是说 他只做这两个极端的 一个极端是非常稳定的 一个极端是 非常的高风险的 好吧 我简单的给大家 介绍一下干零策略 那事实上呢 我们 打百家乐的时候呢 我相信大家 也在不由自主的 在使用这个策略 只是啊 可能在这方面 没有量化好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 就是干零策略 我们一直在使用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量化好 就造成了我们的亏损 和盈利的不稳定 就说 就说我通过了 这么多天的思考 我说究竟怎么回事 大赢之后 常常就会发生大输 我个人认为我把这个原因呢 就是说是摸到了边 摸到了门 反而啊 你看啊 我们在专门上面呢 我们的投注是一比一的赔率 我们那个抽水的一些 我们先暂时不讲啊 那么并且呢 某种某种程度上 从大数法的上面来讲 我们的这个胜率 也是接近一比一的 对吧 就50% 就是我们的赌本 我们基本上是会运用在 这个专闲上面的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人 就是这个当然了 这有很多种这个观点了 有的人说 我从来不会去下这种高赔率的 因为高赔率的就意味着 胜率概率非常低 所以说有些人啊 就信誓当当的说 我从来不会去玩这些东西的 那么我们就不评论啊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分配 包括现在的这个六点赔一半 专家六点赔一半 也逼使大家要去补一个幸运料 这边叫老虎 而且这边老虎分大老虎和小老虎 那么事实上呢 你这样的一个分配呢 就是你在专闲和高赔 对子和老虎 幸运六 还有其他的 包括美国那边有很多的这些 这些这些这些高赔率的 这个这个投注投注区 事实上我们都会做分配的 但是呢 在这个分配上面呢 我们随意性比较大 那么在这种随意性上面呢 有时候走运 有些赌客呢 就把这个走运 偶然的事件 当成一个必然事件了 而且长期 过多的在这个高赔率上面去投注 所以它就出问题了 那后面我会讲 那么现在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 就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 事实上在打百家乐的时候 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事实上它运用了干铃策略 可是它运用了干铃策略的同时 它没有把它量化好 因为干铃策略我刚才讲呢 它是一个重头 是在稳定收益上面的 非常非常小的比例的资金 是在高风险高赔率上的 那我们现在就说 把这个干铃策略 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并且我们也联系到 关联到这个百家乐上面来了 我们现在讲 当你在运营百家乐的时候 你在操盘百家乐的时候 你看啊 如果你在专闲这一方面 如果你遇到了连营 而且在连营的情况下 你还加注 你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个巨淫 就是我先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在百家乐 因为我们是大赢之后的大叔嘛 所以说我先来分析 我们是怎么大赢的 简单的讲一下 大赢就非常简单 大叔也很简单 但大赢其实是更简单 给你连续获利的机会 并且的加注 这在专闲方面 对不对 你连续加注 你大赢了之后 你会认为什么呢 你的眼观 不仅你的眼观准 你的运气也好 这时候它会给你很强的自信啊 你的潜意识里面 也会认为你可以重复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赢之后啊 我们在专闲的这个投注上面 我们大赢之后 我们就会认为 我还可以发生这样的情况 并且你不断地寻找这种情况 就是你给我连续获利的 这种环境和这种机会 当你有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呢 会开始大意 并且你下注也会下达 而且你在不成功的时候呢 你会有一种不服气的 你会有不服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也就是说呢 你所有负面的情绪 你大赢之后 你继续在想找到这种大赢的 去重复这种大赢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当你受阻的时候 负面的情绪 由非常细微 会逐渐变得粗壮 然后让你使得你变成什么呢 加大出风险偏好 等等等等 大输的特点 让你输钱的 所有的行为和动作 你就都开始在你身上发生了 这是我分析的 就是我们干领里面的 照道理是一个稳定的输 和比较稳定的赢 偶尔出现一个大赢的 专闲的投注这一块 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然后 当你获得了一次大赢以后 你的心态上面 心态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变化 从细微开始 如何变得让你 非常粗鲁 鲁满的风险偏好 在这个同时呢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念头 会时常冒出来 我不怕 反正我有昨天的盈利 在支撑我 我输回去50% 我还是赢很多 最后一直让你输到百分之百 就昨天的盈利 让你输到百分之百 好 那么我们就讲这个 在专闲这一块 运用我们的本金 是我们主要的本金 而大部分的本金 那么由于我们没有量化的话呢 所以说呢我们某种程度上呢 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这个资金的比例 是应用多少在这个 在这个专闲上面的 那么刚才我们描述了 在专闲这一块的投注 你是如何获得大赢 在大赢之后 你心里产生了什么变化 你的行为 你的心里产生了什么变化 你的意念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念头 然后促使你的一些行为 以及在受阻的时候 形成的一些恶性循环 造成了你是如何大输 就把大赢的又输回去 小打语了 那么这个事实上呢 我们都比较容易理解了 而且以前呢 我也我也讲过 我今天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盈利 事实上靠两部分的 就是干零策略这一块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一是通过这种 专闲的投注 高升率连续获利 另外另外一块我刚才讲的 就是现在我要讲的 就是我们通过高赔率的 高赔率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对子和幸运6 这边叫Tiger 这边还有一个是 你如果买6点核的话 35倍对不对 那然后美国的朋友 北美的朋友 你们知道 哇声音会不会影响 北美的朋友知道 还有什么 还有龙7 熊猫 是叫熊猫吧 龙猫嘛 猫 还有86 97 91 玩法太多了 高达有 高的赔率有100倍的 那么我们假使啊 我们只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 我们就关联到这个 我们来关联到 我拿手上讲了 我怕这个声音不行 我们来把它关联到这个 干零策略上面来 大家就可以发现 我即使用5%的 5%的资金 我去买 我们不要讲100倍 中那个50倍 就让你 250%的利润 你就已经到手了 你买一个龙7 对不对 它就是你本金的 你只用本金的5% 你已经获取了 250%的利润了 就2.5倍了 你的本金的2.5倍了 那一旦你 一旦你 获得了 这样的一个收益 大家想一想 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 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说 它会 让你更加侥幸 这个侥幸 它也会 更多的次数 甚至更大的柱 去投向这些高赔率 这么一做的话 它事实上就已经破坏了什么 破坏了 干铃策略里面的 干铃策略里面的资金的分配 大家可以看到 不管是在美国 还是在新加坡 包括在澳门 有很多女人 专门买这些 我不讲她对错 我只是讲 她们的 她们的收益 就会变得非常飘忽 我曾经在拉斯维加斯 我边上坐了一个女人 一过来 就买了多少 大概买了 三千还是五千 美金的筹码 然后 很少下专闲 拉斯维加斯的 高赔率这一块 大概有六个投注区 她每次把它摆满 二十美金 甚至二十五美金 我有时候是一个都不中 常常是一个都不中 那我就问她 我说你这样买 因为我那时候 我刚到拉斯维加斯 我也想了解一下 赌客的一些心态 我说你这样买的话 输起来会很严重的 她给我的回答就是 我不怕 我只要中一个 我就全部都回来了 最重要的是 它们破坏了 它们的这种手法 你原本非常合理的 干铃策略的资金比例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 我们用在干铃策略上面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操盘的收益状况 大家看啊 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四公格 干铃两端都是正常的 你资金比例是正常的 你的收益亏损也是正常的 你都是在风控制内的 那么你的盈利都是正常的 稳定的 亏损也是稳定的 收益也是稳定的 那么由于你的策略好 你的筹码用的对 所以说呢 你长期 你也是在赢钱的 四公格里面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你一端 有一端 你发挥了效用 我们不管另外 任意一端 是高赔率的 还是专闲这一块的 那么我们把它称之为 前面第一种 我们讲的是正常的状况 这种情况 就是量比较好的一种状况 有一端给你发生的 这个 这个收益 那么还有这种情况 那就是非常优质的 就是什么 两端同时发生 我钻钱又赢钱 我买高赔率又赢钱 这两端都同时发生的话 那就是非常优质的 这一次操盘 或者说非常好的一个运气 那么可是 你还有第四种情况 就是两端同时出问题 两端同时出问题 砖钱上面出问题 高赔率上面出问题 那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我们敢讲 你是如何打输的 那么这种大输呢 在平时你就会发生 可是 在你大赢之后呢 这个大赢 你后面没有掌控好 它变成了一种催化剂 加上你当时的运势 又不是那么好 就形成大输 大输 不仅把你上一场 昨天的盈利输回去 甚至还输到你的本金 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 我这段时间思考分析的 大赢大输 或者说日常输钱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底层逻辑吧 或者背后的一个实质 那就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计划 小费 转发 小费